我現在來到快魯閣國家公園的九曲洞 這邊要走步道25分鐘 全長700公尺 很漂亮 峽谷地形 那去年秋天我走的那個 七福五段路路 這個西澤西谷 有點像的地方 很原始 就是他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景色 只是台灣這個泰國的峽谷地形非常好 然後水澤清澈 這就跟這個西澤西谷很像 那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瀑布 我打算騎到最裡面的白羊瀑布去 然後再回來再折扮 也就是說有點像那種天翔漢 最後的終點應該就是天翔漢 也有九曲洞 前人開著這個 公路真的是蠻蠻辛苦的 所以國民黨 以前那些 農民他們還是做了很多的幫忙 不只這邊啊 像這個 武林農場 福壽山農場那邊的公路也是 好 好